中国总理温家宝结束了对北韩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星期二离开平壤时受到朝方盛情欢送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北韩总理金英日到平壤机场与结束访问回国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化别 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妇女和身穿深色西装的男子 列队站在沥青道路上挥舞着花束 不断的欢呼朝中有亿万岁 温家宝这次访问平壤受到了北韩官方不寻常的高度关注 星期天温家宝抵达平壤机场时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亲自到机场迎候 舆论界普遍认为温家宝的这次访问主要是说服平壤重返目的在于使北韩放弃核武器的六方会谈 今年春天北韩在进行了核试验和试射导弹以后 宣称退出六方会谈 温家宝在访问平壤期间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了会晤 星期一金正日对温家宝表示平壤将适于美国双向交流的进展程度准备重返六方会谈的谈判桌 北韩和中国的媒体都刊登了金正日的谈话 舆论与分析认为这是北韩释放的准备重返六方会谈的最清晰的信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说 华盛顿注意到了有关北韩将重新考虑恢复六方会谈的报告 不过美国目前还没有从中国方面获得温家宝这次访问的详细情况 根据2007年举行的六方会谈 北韩同意拆除其核设施以换取国际社会的援助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